好了 已经将近两年半的 是营运国军的服装公寿站 在今天是全面营运咯 国防部联手超市龙头 以及本土最大的西服厂商 在全台设立了15个实体店面了 还有三个服务据点 国军弟兄们不仅是可以到 实体的店面来进行采购 当然也可以用手机的APP来下订单 然后到店去取货 更有这个量身巡回车前进营区 来替大家进行专业的丈量 明亮的空间 陈列三军各式军服和配件 占地100坪全台第一座三军一体的 民营国军服装公寿站 在国防部正式营运 让我们国军服装的 共补的效率跟品质 有长足的提升 我们这个标案是采三年的合约来执行 另外看厂商的一个执行情况 我们得以续约两年 与超市龙头和本土最大西服厂商 携手 国军服装公寿站在全台设立十五个实体店面 和三个服务据点 不管是军便服 迷彩服 还是军靴或运动鞋 通通一印俱全 高山偏远地区或外离岛地凶也不用长途跋涩 用手机APP或网络商店就能在线上下订单 厂商更准备量身巡回车为海空军提供专业丈量 巡回车呢我们会到基地去提供量身定制 那我们也提供这个提影的服务 我们在一千零二十五家的门店里面 都可以用手机APP下载 然后送货到这些店来店取 那其中有一百二十家店 各县市都有包含妈祖都不用运费 军方强调希望服装公寿站 能让军服播补更简便 未来也打算将3D量测仪 列为下一步的经济目标 华世新闻引机钢程之学台北报导